同样是交通改善相关报道 新北市三支区的浦头15号前方的路口 是民众加油出入的必经之路 不过双向车道耗制并不同步 路口又没有耗制控管 民众每次进入都必须要等下一段时间 还要抓准时间差才能够起步 因此容易发生差状的意外 对此立委洪梦凯就特别办理了会刊 希望调整耗制同步 并且评估增设耗制灯的可行性 三支区浦头15号前路口 因为双向车道耗制灯并不同步的关系 在加油站要进出的车辆都好困难 常常一边车道车流停止 另一边车道车流还在进行中 这也让差状的事故频传 为了改善问题 立委洪梦凯也来到现场会刊 希望找到解决交通事故频传的方法 就是没有交通耗制 试线别 譬如说以古装理浮城脚那边 他要穿越 而且这个车速又快 他又没有什么什么可以控制的 然后一出来就被车碰到 这些的建议是什么 我的建议是说在这个浮城脚 这边已经没有办法做实作来讲 在浮城脚的安全档那边 实作一座 由那个耗制灯来控管 跟同步同时段实施 当地立江指出加油站前的路口 若是进出要跨越车道 就要等上好几个红绿灯都过不了 不然就是一过就发生查状事故 希望能够在这个大路口 设置耗制灯控管出入 不过加油站方却表示 油罐车出入有耗制灯 恐怕相当不便 若是要增设耗制 希望能够设在靠近浮城桥的方向 方便油罐车的出入 其实我们看到在这一段路段上面 因为车速非常的快 再加上没有这行人穿越的一个耗制 造成民众非常大的不便 也因此今天会看做出的结论 就是在浮城桥跟这个加油站的中间 我们要再增设一个红绿灯 并且行人穿越 让行人能够来自由安全的穿越 另外一个部分也针对整个耗制 要做一个联动 不会影响到用路人的权益 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让整个台二线上 交通事故的降低 才可以确保大家新的安全 在会看中 立委洪梦凯也要求交通局 应该先调整耗制灯的同步 不要一条道路双向灯号呈现两样情 另外也将评估附城桥 至加油站的大路口中间 增设耗制灯的可行性 保障加油民众出入的安全 有效的降低事故发生率 记得阿平函三区采访报导